男孩一言不合就把母亲推到了埋好的土坑里 接着往他身上盖了一张十斤重的钢筋网 紧接着他就打开了水泥搅拌机 下一秒 源源不断的水泥顺着管道流到了坑内 母亲被吓得拼命嘶吼求救 可丝毫没有什么卵用 眼看着母亲就将一命呜呼 好在警方及时赶到一把把女人从水泥坑里救了出来 究竟是多大仇恨 让男孩下如此的狠手 原来小帅前几天从姐姐嘴里得知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就是姐姐在十几岁时意外怀孕生下的小帅 为了不让邻居说闲话 他把小帅交给了母亲养着 而小帅眼中的姐姐其实是他的母亲 得知这一切的真相后 小帅一时间接受不了 一言不合就把母亲绑到了老虎凳上 接着就拿出不要钱的电钻朝他脑袋钻了进去 然后把他给活埋了 为了感激外婆的养育之情 他又把外婆给绑了起来 接着询问外婆事情的真相 可这时的外婆却死活不承认 小帅一气之下就把外婆推到了水泥坑里 可从不参加体育锻炼的他 哪里是警察的对手 被警察一把就按倒在了地上 这起离奇的水泥藏尸案也在这时彻底结束了 由此看来也正是因为翠花的早熟 才导致小帅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法网灰灰疏而不漏 愿屏幕前的每个人都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牛牛电影带你走进电影世界